哦 哎 风 风姑娘 能不能 别要找那么急 嗯 我又没说你一定要跟你 要你跟来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感度的话 这就掉火回去好了 反正我的死活又跟你无关 哎 在下可没这个意思啊 这时候姑娘你一个人在这荒山野地 要是又遇上你师兄派来人手 那便危险已急 反正在下闲来无事 姑娘要上哪去 就有在下护送你去好了 你这个人个性好得很 一点都不像是你会被逐出师门的人 你真的是天旋门弟子吗 在下也被逐出门墙 再不能以天旋门弟子自居 对了姑娘 你可是四象门中人 真的是 听说你们自居民门正派的 都以为我们四象门是邪魔外道 你也听过我们的名头吗 不 只是贵派门规以法 与他派大义 且不计招鬼魔道 这种事再下来多少也听过一些 以凡人之声念咒修法 本就是违背天理的知识 难过了什么正派不正派 想到各派因为自己所就不化 这书法照应于我们四象门天差地远 所以才如此恶言重伤 姑娘此言差矣 罢了 不跟你变这个 后说回来 我说过要你帮个忙 其实是帮我保管这个 这个紫色布包 好重 里面是什么东西 你快打开来看看 是个纸同色的小顶 说大家见识浅薄 看不出这小顶有何神意之处 咦 这一词是看不出来的 那我告诉你吧 这纸巾网顶 传说乃是女蛙神 补天之子剩下的七色石子 和步骤三火炎洞 所产生的纸巾毁念而成 配上我派独门的八蕴画天阵 并可恋化天下万物 做口 师妹 你竟敢泄露本门的机密 该当苦嘴 大师兄 鬼鬼祟祟的躲起来听别人说话 可不像是我四项门的绝学 别在那里叫外人笑话了 少和我耍嘴皮子 没想到你不只将本门机密 泄露于外人 还想将本门自保 把纸巾网顶交给这个清权们的小字 要是网顶落入中原三派手中 本门将会如何 你可知道 就算网顶以为三派速得 也剩落入你手中 如果师父人海清洗的话 神必会同意我的见解 这叛门的贱人 别以为得到师父宠爱就能为所欲挽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交不交出纸巾网顶 等我死了之后 你只可从我的师生找到 哼 你逼我动手 别怪我不顾念 不顾念同门之情 你那个清雄的小字 你必须给我拿下 凡是知道本门秘密的 也都别想活命 你少小 把你也卷进这场是非之中 这是对不住 没这回事 我这天雄门记者 虽不成器 但也不是说拿 就给人拿下的 只是这么一来 就不免得得罪 封姑娘你的同门师兄弟 他们为了这紫金黄顶 早不把我当同门探代了 你可不要对他们手下留情 那再下来 就不客气了 千学们的小子 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上 好 就不得了 哼 没想到 没想到你们连锁为战 竟然如此厉害 哼 大师兄 你也不用逞强了 如果你还觉得不过瘾 我也特立留几样法宝给你 只是等到现在才又 压走好戏都已经没有人看了 真是无趣 什 什么 你又从师父那里 拿了什么宝贝 刺文金蛇 必无三追 追魂鬼手 任凭师兄你择意如何 哼 臭妖女 算我服了你 今日就先放你一马 但别以为我会就此罢手 等着瞧吧 哈哈 早知道姑娘 郎中法宝无数 刚才在下 就不必如此担心了 你还当真呢 刚才是我活我大师兄的 其实那些东西 我身上一件都没有 蛤 姑娘 此话当真 我大师兄 人虽卑劣怕死 武功修为 可是不含糊的 眼下和他硬碰 和他硬斗 并无胜算 四点小杂骗过他也就算了 哼 只是没想到眼影都骗过了 原来如此 姑娘 机智百出 佩服佩服 不过 四点小聪明而已 没有什么好佩服的 嗯 只怕我大师兄 去而复返 我们还是快走吧 上哪去 走得越来越好 那些兔崽子在我身上 下了碧琳儿 碧琳儿 碧琳儿的影粉 只要是在百里之内 他们都能找到我 这么说来 我们这回岂不是得 行上百里 才能摆脱他们 是啊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管我到哪里 你都愿意互行我去吗 可是一行百里 未免也太 走啦走啦 要是又遇上我师兄的追兵 就不妙了 风姑娘 等等